常常发带向着未来的路 该怎么样走下去 外面阳光扑着 内心却是暗无天人 无云你不悟 听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 你心里一定会说no 总是羡慕身旁 经过的朋友 向前冲 向前冲 望着背后向前冲 想想自己是个无敌的草人 向前冲 向前冲 弹彻标杆向前冲 成功的那一颗音乐会响起 哭哼着 哭哼着 一心浪漫超能力 超能力 这边会最帅的这是 拥抱这些所有的挑战 噢 跌倒啦 跌倒啦 没关系再趴起来 再趴起来 现在就要开始各就各位 我们这一分钟变大声来耶 呼呼呼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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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冲 向前冲 望着背后向前冲 想想自己是个无敌的草人 向前冲 向前冲 看着标杆向前冲 成功的爱 愿意愿会想起 向前冲 向前冲 望着背后向前冲 想想自己是个无敌的草人 向前冲 向前冲 看着标杆向前冲 成功的爱 愿意愿会想起 成功的爱 愿意愿会想起 麻烦你告诉蒋医师 他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多晚都没有关系 好吗 谢谢 谁 乖乖乖乖 乖乖乖 点信要给你吃 你烤松饼啊 好啊 赶快进来坐 进来坐 好 你今天怎么会突然想到 要烤松饼给阿姨吃 因为我要谢谢阿姨 送我安全帽和护膝 干嘛那么客气 看起来好好吃 真的吗 但是搞得有一点点佼佼 没关系啊 我们等一下把这佼佼的地方拿掉 然后就可以直接蘸这个奶油吃好不好 好 谢谢你哦 爸爸 辣姨 你怎么了 真烂啊 清语 那个盘子很油哎 你要拿清洁剂冲洗嘛 我不是帮你用厨房啊 这厨房的这个整齐清洁啊 要我们大家一起维持OK OK OK你放心 一开始呢我这个人就是最care厨房的整齐跟清洁 请您放心啊 态度良好继续保持啊 嘿嘿嘿 家动啊 清允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啊 刚刚雅惠 我老婆 刚刚跟我说 他们杂志社 最近准备改版 增加了一些新的专栏 主题好像是跟星座还有生活有关 正在找适合的写手 我老婆有推荐你来写 刚刚他跟我说啊 他们的主编对你有点兴趣 想要请你下个礼拜三 早上去他们公司一趟 要跟你谈谈啊 太好了 哎呦 这很贵的 礼拜三是不是 我一定会提早到提早到 家动 谢谢你啊 还有谢谢 谢谢你老婆 OK 拜拜 这厨房才清到一半你怎么不清啊 等一下就去清了 我现在要先找那个有关星座的资料 所以你要帮雅慧杂志写新作 还不确定啊 但我总得先充分准备嘛 是不是 写那些配人玩意儿也可以这么高兴啊 房东先生啊 你又不知道 我一直要朝着专业作家的方向努力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纯粹靠文字就赚钱的机会 我当然要好好努力啦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会 即使是机会难得啊 你也要评估一下 这写这片那玩意儿 到底有没有发展性呢 这个我不管啊 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起点 这对我 这人生写作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无所谓啦 反正你开心就好了 我才不要管那么多呢 不过啊 不管你这个起点有多重要 你可不可以先把厨房先给我整理干净啊 不然啊 这些蚂蚁蟑螂又跑来了 可不可以啊 大作家 好我等一下马上去用干净 只是说房东先生你这个人 一天讲话这个不酸人 你就浑身不畅快啊 是啊 不是直话直说啊 派乐做自己 哼哼哼 哼 阿琪已经开始在便利商店上搭业班了 哦 真的啊 嗯 真的 他答应我以后会努力工作关切 那很好啊 总算可以放心吗 其实阿琪这个人 他也不是没有那种天分 他就是太聪明了 所以不肯脚踏实地 现在肯出来这样面对也很好啊 阿琪她说 这次可以重新开始 都要感谢你们这些朋友 尤其是阿烈 那天下班之后 他就拉着阿琪 去把他存的钱全部都提出来 比他当场都还给了银行 李莫芬 看不出你这个人很有义气 没有啦 阿烈 你汇钱给阿琪 要他还给银行啊 你怎么办到的 现在听那么多话了 没有 害羞什么嘛 害羞跟你很不搭耶 跟姐姐们说 好久了 你这身真的好可爱啊 你才知道 她在我们店里站吧台啊 我们店里面的那个女客人 活生的比隔壁都多两成 真的假的啊 你不晓得啊 我完全不知道了 我都在擦桌子洗杯子 都没有发觉 那你总该知道 她那天讲那么长一串话 是为了谁吧 应该是阿琪 宝妹啊 人单纯也要有个限度好不好 阿烈是看你最近每天担心受怕的 她才借钱给阿琪 要她就汇给银行的耶 你以为她担心是阿琪啊 她是怕你难过 可是我现在跟阿琪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她对我这么好 又为我说这么多话 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什么怎么办啊 男未婚女未嫁 你还是可以选择啊 Julie 你别教爱小孩子了 宝妹 你都选择了阿琪 就应该好好地支持她 尤其是她现在最脆弱的时候 你不能动摇哦 你能够跟阿琪好好走下去 这才是阿烈所希望的 我去帮阿烈补酒 好啦 别想太多 爸爸啦 你真的觉得我会教坏小孩吗 不是啦 宝妹比较单纯 她不适合你那种我心我素 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 那你觉得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 你不是一直把自己过得很好吗 还问我呢 爸爸 我 对了 我今天遇到清云 她说她们现在全家都在找怀孕的偏方 为什么 琼没想怀孕啊 可是一直失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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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咪 今天下午预约的客人都打电话取消了吗 都打电话通知了 那没事的话你就先下班吧 谢谢老板娘 王医师 那我先走了哦 好 明天见 对了 王医师 老板娘 加油 谢谢 走吧 我刚刚一个打电话跟郑医师确认过了 他说我们只要直接过去 不需要报号 靳远 我很爱吧 不用担心 郑医师是我预约的好朋友 而且他是治疗不应症的专家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现在还怕又听到一样的答案 不要担心 无论警察的结果是什么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好不好 不然你又对我失望 我不会对你失望 你一定要相信 环瑶柔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可以自己求爱 可是之前的医生都说 老婆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可以生一个宝宝 白白胖胖的宝宝 你挺挺 还可爱的宝宝好不好 可是我担心检查结果 都应该要怎么办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 老婆 如果你要做人工说 我也会支持你的 就算要我做再多的检查 我都愿意 最重要的是老婆 你不能放弃 好 走吧 喂 徐轩 是 不好意思 我会晚个十分钟到 对 有点事耽搁 我马上就到了 不好意思哦 谢谢 拜拜 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绿瓶的家人还是没有出门 不行 再等一下去工作就要迟到 怎么办呢 没了 再一次 绿瓶 出门 比赛 一 有点 有点 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云说要带穷美到他认识的妇产课去做检查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看他回来啊 你急什么急啊 你就安安心心的坐那等就对了 你就一点都不紧张啊 紧张有用吗 妈 爸 清云啊 怎么样 医生怎么做 来 老婆 来 我们先坐下 怎么会这样啊 下午就做个检查了 医生说我没有问题 所以生不出孩子 问题真的是戳在穷美身上啊 清云 也不换一家医院检查看看 爸 郑益师是我医学院的同学 而且是不孕症的专家 我想他应该不会有错 不过也没那么悲观了 他说穷美现在需要长期调养身体 不孕的原因很复杂 只要定期回去检查 他还是有机会的 爸 妈 对不起 老婆 我们不是说好吗 我们要保有希望 你不要放弃 对了 穷美 你不要给你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 想当初啊 我怀他们两兄弟的时候啊 我每天我都大笑好几个小时 才能够生出这两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你啊 你要开心一点啦 对嘛 要保持乐观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啊 一定会有希望的 你没听人家讲吗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千万不要放弃啊 你 你是不读书的 这句话是这样子用的吗 你跟吴亚常住久了呀 不是这么用的 对了 对了 就是要这样子笑了 我摆了那么多宝宝的东西啊 怎么可以说放弃就放弃 你放心 我会陪着你一起努力 对 不管多辛苦呢 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 清源呢 一直会陪在你身边的 所以啊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知道吗 妈 谢谢 老婆 不管花多少时间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好 我继续到我电脑上面了 看看那些网友啊 有没有什么秘方提供 哎 你等等 你上网 你小心又被骗了你 不会的 喂 喂 何宅你好 喂 你好 我是芽芽的妈妈 我想要找芽芽奶奶讲话 麻烦你 可是 我想要跟眼睛奶奶说会话 我有些事情要问她 拜托一下下就好 谁打来的 谁让你接电话的 明明你不用来上班了 雅雅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啊 不管怎样 都绝对不是简单的小病 雅雅的奶奶又不肯接我电话 都过这么多天了 蒋医师也没有联络 不行 我要再去找蒋医师一趟 圣里 你怎么了 你脸色不太好 没事了 明天家动不是要 借我们这边进来工作吗 我拿备用钥匙给她 你怎么了 大概正太久头有点昏了 可是你脸色有点白 怎么回事你好吧 没事真的 朱莉 朱莉你想吐是不是 没事 你怎么在吐 怎么回事啊你 你太对劲了 你这几天一直都要头痛 想吐 你怎么了 没事 大家是感冒了 朱莉 朱莉 不对 你是不是有事在瞒我 没有啊 如果有什么事你就讲出来 就算我不能帮忙 阿烈宝妹都可以帮 清云也可以帮啊 不行 不如让清云知道 你是不是怀孕了 几个月了 两个月了 一定是拜拜了阿姨 我去开门 拜拜了阿姨 天才好只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要让把门知道 妈咪 妈咪 咪咪啊 爸爸啊你在按门里吗 我也不知道耶 我刚刚看到没有人 那可能是按座门里了 那你赶快进来把门关起来 万一有坏人好不好 嗯 只飞机 带着我们共同做的梦 乘着白雨 飞到永恒 那个 不要让爸爸知道 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跟爸爸说妈妈的事呢 来 婷婷 喝牛奶 我看你今天很高兴 因为啊 妈咪 不是 我感觉妈咪有收到我的卡片了 原来你一大早就在想妈咪 爸爸还以为说 是爸爸去帮你借到盆栽 再感谢宝贝 婷婷也很感激宝贝 阿琪啊 回来啦 婷婷 干什么啦 全都脏兮兮的 我女儿在吃早餐耶 早餐满三十九元 送几点贴纸 欢迎光临 阿琪哥哥 你要睡觉啦 可是你还没有刷牙耶 对啊 对啊 阿琪哥哥 我妈妈说每天要刷牙 牙齿才不会住光光 对对 阿琪哥哥在三个小时就要起床上班了 到时候我一定会听你妈妈的话 把牙齿里面的细菌刷光光 好不好 阿琪哥哥最乖的 好 吃早餐 阿琪 鼎鼎这么久没见到妈咪 还记得妈妈讲个话 到时候绿菌如果没出现的话 鼎鼎该怎么办呢 朱莉 来要吃早餐哦 哇 这是准备几个人的早餐啊 两人份啊 我还以为是我一个人要吃了 两人份是指你跟你肚子里的宝宝 这里 现在是怀孕初期 假如你要做什么决定的话 现在都还来得及 你要知道 生一个小孩后续的问题是很多很多的 而且孩子生出来之后 孩子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这是一辈子的事 我知道 我都想清楚了 所以你决定 我决定 我要把小孩生下来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你不打算让王医师知道 不行 情缘不能 情云也不行 王家人都不行 你要一个人生 然后自己把孩子带大 我一个人可以把小孩带大 不需要靠他们 一个人养小孩很辛苦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自己一手包办 小孩生病了要送他去医院 他长大上学了要接接送送的 如果你没有人替你的话 当然了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帮忙 可是所有的压力都会在你身上 你说了我都知道 爸爸啦 其实成为一个婚姻的第三者 从头到尾过的都是孤独的生活 虽然我每次跟清云在一起 碰面的时候总是开开心心的 可是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 见面的时候好开心 好开心 可是其实心里一直计算着 再过几个小时 再过几分钟 他快要走了 他就要走了 他要走了 每一次每一次 都得梦送自己心爱的男人离开 回到另外一个女人的身边 嘴巴说不苦 其实心里却是苦的 可是这跟你生生这个孩子 那有什么关系呢 你都已经决定结束这段感情了 他也回到太太身边了 你们两个没什么未来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替他生这个孩子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人 我好想要有一个家 我想要跟心爱的人生好多好多的小孩 生这是很远很远的梦 爸爸 我三十几岁了 现在我怀孕了 你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吗 我跟清远谈这场恋爱 五年多耶 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时间 可是现在就像一场梦一样 躲他电话里的时间真的好难耗 好难耗 我每次都忍不住 几乎也把电话接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苦 我知道他回家了 我就安慰自己说 至少我成就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这种难过算什么呢 对不对 现在最难熬最难熬的这段时间过去了 我总算可以重新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是我心爱人的小孩 你不觉得这就是老天爷送我最好的礼物吗 是啊 孩子确实是老天爷送我们最好的礼物 可是也是一门功课 有了小孩 就好像怀里抱着一颗生气蛋 怕他摔 怕他破 一辈子都有牵挂 一颗都放不下 我知道会很辛苦 可是你能想象吗 等我四十岁的时候 我的女儿可能就像婷婷那么大了 我会牵着她去上学 然后在学校等她放学 然后我们两个在手牵手一起走回家 我做晚饭给她吃 她就在餐桌上 讲她学校的故事给我听 你不觉得很棒吗 还没生就知道是女儿了 我也不知道 可是生男生女都好啊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好好爱她 好好照顾她 对不对 可是眼前的问题是 你要让王家的人不知道 我觉得这就蛮暖的 所以我考虑离开台北一阵子 离开台北 你要去哪儿 去哪儿都好啊 反正我就是找个地方 把自己安顿下来 把小孩生下来 只是这一离开时间很久 所以我考虑 把一起的股份让出来给你 你愿意吗 你现在不要跟我谈股份的事情 不行 我不准你这样离开台北 一个人去生小孩 怀孕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状况 万一你遇到任何一个状况 你要找谁 不行 我绝对不准你离开台北 爸爸啦 你对我好 我知道 可是我的肚子一天天会长大 王家的人迟早会知道啊 我不管啊 王家的问题 我们再来想办法解决 总而言之 你不可以一个人走 我要陪你去产检 而且每一次我都要在 既然决定要生孩子了 我们就一起结局 一起面对 好啦 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 你要发誓 你绝对不会偷偷地溜走 好吗 谢谢你 好啦 吃早餐 有人等着你补回 快点 你真的有点饿都吐光了 黄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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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一下 老师 跟老师到厢门口去 去厢门口 你妈妈在厢门口等你啊 我妈妈 我妈妈 跟老师到厢门口去 去厢门口 你妈妈在厢门口等你啊 我妈妈 妈妈 妈妈 妈咪 妈咪,好想你啊 妈咪 妈咪听到了 不好意思 婷婷,妈咪有收到你的卡片哦 谢谢妈咪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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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 你好 请问蒋医师在吗 蒋医师还在看着 你要不要留言 麻烦你告诉他 我的名字是沈静芬 我想蒋医师听到我的名字 他就会知道 谢谢 伯伯拉 我们来上班了 伯伯拉 我们来上班了 你干嘛学我啊 你干嘛学我啊 你越来越皮了 阿琪啊 你现在这样子白天又去上班 晚上有这帮忙会不会太累 吃得消吗 没问题啦 我是台北骑下的 我怕我不来这边的话 那些为我痴心疯狂少女 会没办法睡觉的 你很大胆嘛 痴心少女是吧 谁啊 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会招呼客人嘛 我要发展我的长才 尽一点微薄之力嘛 哼 你这阿琪啊 你现在一个礼拜就六天要去便利商店上大夜班 百天还要去房屋中介工作 你这样子体力会吃不消啦 可是我不来这边打工 能见到我宝宝宝贝的时间就更少啦 可是你知道我很累耶 宝宝拉 你叫她不要这样啦 我是请她尖锋的时间来帮忙啊 可是她九点就下班了 她偏偏都要到大夜班才肯走 我 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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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去拖地 我拖拔的 阿琪 你要不要在开店之前先去里面睡一下 阿琪来我在家拖好了 对啊 不然你趁一个晚上会吃不消的啦 不用啦 我还可以表演一边拖地一边抱宝妹 阿琪 你不要抱了啦 你要不然就赶快去休息 要不然就赶快工作啦 快去不去啦 好 讲一师 首先下班了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好 我想吃了 不然觉得呢 我好啊 我好啊 好啊 好啊 我好啊 West 那ück 每一个人还需要 あり得到 绳 Ke 跟 大家 睡 何老太太 我是讲医师 是这样子 万一雅雅她妈妈 我知道您的难处 可是为了雅雅的病 是是是 我知道 我只是希望能够检验 沈小姐的血液 和她的肝糖代谢的状态 这个很重要 只有这样 我才有一些实际的书记 来评估雅雅的情况 是是是 好 这碗五指登科助养汤 你喝喝看 妈 以后是不是不用再这么麻烦 替我尽药了 为什么 医生都说 我是不孕症 哎呦 心又不一定准 更何况我们可以把死马当成活马来医嘛 我在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 啊 而且这个助孕汤啊 他 他吃了不只是可以暖宫助孕 你没有怀孕的人吃了还可以补肝意气 喝喝看 没有坏处的喝喝看 好 很好 妈 你当初还亲缘的时候 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 困难 哎呀 我们那年代怀孕生小孩哪有什么困难的 才一结婚马上就怀上了嘛 那两个就扑通扑通就来了 真好 哎呦 有什么好的 我跟你爸年轻不懂事 一结婚啊 就生小孩 两个人 又穷 又忙 每天晚上啊 就被这两个小孩吵得都不能睡觉 说有多辛苦就有多辛苦了 不过现在想一想 还真的蛮好玩的 其实 我当初会改变心意 决定怀孕 是为了挽回亲缘 我的朋友都说 男人只要有外遇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我知道亲缘很想要小孩子 所以我想 要小孩子来维系婚姻 比较可以想获情缘的心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可是琼美你要知道啊 你现在生了孩子 孩子会长大 他们将来都有他们各自的家 婚姻到头来啊 还是两个人的事 但是等小孩子长大了 亲缘也老了 也就没有力气换育啦 我知道亲缘一直很喜欢婷婷 她是真的很想要有一个小孩 所以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帮王家 帮亲缘 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宝宝 久美 你有这样的心意是很好啦 可是 你应该要对你自己跟亲缘 要更有信心 你不要把所有的寄望 都寄托在小孩子身上 我相信亲缘 她不会再有外遇 我相信亲缘 但是我还是要怀孕 我相信亲缘 成功的爱 和音乐会传奇 日本夫妻不孕症十五年 来台接受不孕症治疗 成功顺利怀孕 美国华侨四十五岁 来台接受不孕症人工治疗之后 得一难育女龙凤胎 原来有那么多人 不孕症之后接受治疗 很多都可以虚拟怀孕 老婆还不睡啊 老公你看 这我上次跟你提过 我那个妇产科医生同学 这个医学院毕业之后 他就直接到国外去实习 进修 我研究这个人工受孕 不孕症的毒物 他是专家的 引进很多新的技术回台湾了 三年前刚回来的 现在病患了 络绎不绝 我刚上午查了一下 有很多不孕症的夫妻 都去那边做检查 而且成功受孕的有上百对耶 你看 他们玩家好像很不错 老婆 所以你想试试看 做人工受了 只要还有希望的话 可以为你生一个孩子 任何一个机会 我都不会放弃 怎么了 你是不是担心同学 会知道我不孕的事 我怎么会这么想 不孕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你愿意去做人工受孕 我一定支持 只是老婆 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人工受孕啊 不需要很大的毅力 可能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 每个人不孕 体质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呢 是成功的案子 很多去那边接触 治疗的夫妻 最后可能也不是 顺利都能怀孕的 我怕你期望太高 如果不成功 失望会更深的 只要有你的支持跟配合 不管结婚是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弃 就算是做了一次失败 我就做第二次 第三次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想不动吧 完蛋了 怎么了 我的树瓜黑黑的 你那个一定是彩色笔放在书包 没有盖盖子才会这个样子啦 来 爸爸看看 不要 怎么了 爸爸帮你把彩色笔拿出来啊 我自己用就好 我自己把彩色笔拿出来 好 找到了 那你又记得哦 用彩色笔案盖子一定要盖起来 好不好 爸爸去帮你拿抹布 把书包擦一擦 好 好像没有被爸爸发现 来 爸爸拿抹布来 帮你擦擦看看能不能擦掉 来 不要 又怎么了 我自己擦就可以了 好 好 那你自己擦 好像擦不掉对不对 来 爸爸帮你擦 不要 为什么 我想到一个方法 用不同颜色的彩色笔 画在黑黑上面画小熊就好了 哦 对哦 这样子要多一个小熊 突然又不会看到黑黑的地方 他好擦那一个啊 琳琳 来 爸爸帮你画 不要 明天再画就好 我好想睡觉 好了 那明天再画了 那你明天要带去学校的东西 准备好了没有 嗯 好 把白鱼洗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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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有自己的小孩了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 三八啊,干嘛在全世界里面讲 那以后不要再走这样 那你行动,我们就这样 好,不要这样 秋莉 你这况还好吧 刚检讨完以后去吐 怎会这么难过 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这 你看,妈妈手册 然后这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这才刚开始 我已经吐成这样 为什么我量体重还是胖了两公斤啊 你现在是孕妇耶 又不是小姐 体重增加,你要高兴 要是降低了,你才要烦恼 刚刚医生在找曹英博的时候啊 我就好像听到宝宝的心跳声了 然后看这个荧幕上啊 好小好小这个点 他是我的宝宝耶 好特别的感觉哦 开始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为了另外一个人 健康快乐地活着 我现在要提醒你啊 咖啡跟酒都不能喝了 这个我吃到啦 而且呢,要早睡,不能太晚 晚睡也不行啊 当然啦 你刚刚不是说了 不是你一个人了 你怀孕的时候不能够熬夜的 不是熬夜 宝宝也会跟我熬夜吗 你一直动来动去 他怎么睡得着啊 到时候剩下的日夜颠倒 你就有苦头吃了 可是日夜颠倒 不是刚好配合我们的作型吗 喂 好玩,开玩笑的啦 我知道了 你放心,我刚跟阿吉打电话了 他反正现在缺钱 我就要到店里来打工 所以店里面人手够不够 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我现在肚子也还看不出来啊 我还是可以去店里啦 不是你肚子看不看得出来的问题 店里面总是有人在那边抽烟啊 而且客人要请你喝酒 你也不能每一个都拒绝嘛 总之你现在尽量少来店里 好好待在家里不要乱跑 这样感觉要闭关好久 对啊,是很久啊 要一直闭关到你把孩子生出来 你万一到处来跑 被王嘉然撞进你大肚子怎么办呢 对对对,要小心 不能让他们看见 可是我总是要出去买东西什么的啊 你不要担心,有我在啊 反正从现在开始呢 我就是你的7-11 二十四小时全天后不打烊 谢谢我的7-11 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想吐了啊 我这么会吐 这样到底是生男生还是生女生啊 你要生男男女的 不知道啊,生男生女都好 只要他健健康康的 是啊,生男生女都好 好,只要健康就好 没事了,走走走 回去休息吧 喝一杯牛奶吧 要喝完哦 要喝牛奶 怀孕要多补充钙质 流失得很快耶 很多妈妈生外小孩牙齿都掉光了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哇,你真的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看改天我们去买几本 怀孕时候专用的书吧 这样子你闭关的书可以在家里看吗 对吧,包含你也不会无聊 好啊 怀孕真的好不简单哦 从怀孕的那一刻开始啊 妈妈就要承担好多好多的责任 不知道这个小孩 将来生出来 是像我 还是像青年 你要干嘛 写字条啊 写一些你的备忘录 还有我要买的东西 要买什么 要买叶酸 嗯 软零纸 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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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片 大家多喝牛奶 多喝牛奶 喝牛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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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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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吃的东西通通都吐出来了 哎呀 所以我说啊 我要帮你买一些补食品 这个很重要的 嗯 我该回去了 嗯 那我送你吧 不用啦 你自己回去就好了 不行啦 还是要送你 哎 真的是你的那个 又要路 哦 等一下啊 行 哎 妹妹你快走了 哦 其实现在才刚开始 看得太出来了 刚开始就要小心啊 之后才不出乱 有你真好 好像你的肩膀可以依靠 多好 行 行 对面还住一个姓王呢 小心 对对对对 仔细深一点 那我走了 小心一点 大妈还真不容易 吃飞机 带着我们共同做的梦 乘着白鱼 飞到永恒 那个 technique 藝人 以为你 Di 乖 它看得更好 感谢 吃飞机 来 小心 走 一起倒跟洗 好 先坐下来 慢慢来 老婆 怎么样 我觉得哪里不舒服 就觉得肚子有点胀胀的 来来来 喝点喝水啊 来 喝点水 慢慢喝啊 慢慢喝 待会儿我把那副中药熬起来 晚上要睡觉前喝一碗 中夕何必 笑话更棒 妈 这个穷美刚做完人工书孕 这几天是不是先正常饮食 就不要给她随便乱补了 什么叫随便乱补啊 我那些药方子都是我去跟人家求来的 你以为随便药都有啊 我人情换来的 随便乱补 穷美这时候如果怀孕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要把她的身体的底子补强一点 懂不懂啊 随便乱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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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要不要紧啊 要不要我进去陪你 我们下午才去做人工书孕 她现在就害喜了 你别紧张啦 害喜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当初怀你们两兄弟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子害喜啊 整天这样都吃不下东西哦 妈 刚做完人工书孕 怎么可能会是害喜啊 不可能啦 都吐成这样不是害喜是什么啊 可能是做完人工书孕之后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嘛 不过从没状况了 总不太对劲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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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都吐成这样 要不要回医院去看一下啊 妈 我没有关系 我回房间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我看 我扶她回房间去休息 你赶快打个电话 问问你同学 看全美这个样子啊 到底正不正常 好 来 喂 是我王清源啊 这个我老婆回来之后啊 整个人很不舒服 刚刚还在呕吐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清源 每一个妇女 对人工受孕的反应都不一样 有的人呢 会有呕吐的反应 这几天 你再观察一下 你老婆的情况 如果她还是不舒服的话 你马上送她回来回诊 你马上送她回来回诊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怎么样 你同学怎么说 她说啊 叫我们先观察两三天 如果穷美真的是不舒服的话 再带回去回诊 还观察什么呀 刚才穷美吐的胆汁 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 还观察咧 这个人工受孕 到底有没有危险啊 我同学跟我说 做人工受孕 刺激软潮 所以一定会有这种 腹脏 偶封这种情形发生 我看 还是先让她休息天吧 如果真的有问题 这待会就回诊 我看你先进去陪陪她好了 晚餐啊 就不要煮了 我叫你爸 随便买点东西回来吃就好了 好 熊野现在这个样子 到底要买什么东西给她吃啊 现在中药她也不能吃 那有什么开胃又营养的 我说你待会回来的时候啊 顺道带一些东西回来吃 对对对对对 晚上不煮了 二七哥哥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啊 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情这么神秘 我可以跟你借手机吗 借手机 你要干嘛 我要打电话给一个人 打电话给一个人 打电话给一个人 那你怎么不用家里电话打 不要让爸爸知道 不能说啦 会被老鼻发现 所以我才要跟你借手机啊 你要保密哦 哦 婷婷你是不是喜欢的男生 所以才怕蒋悄悄要被把鼻发现 跟阿启和借手机 那跟我说 你是喜欢哪一个男生 让阿启和来帮你鉴定一下 看他怎么配得上我们家婷婷啊 还不是啦 我又不喜欢哪一位男生 不能讲这么神秘哦 我就说不能讲了嘛 好 不讲 啊 我知道你喜欢的是 两个男生对不对 算了 我不跟你借手机了 哎哎哎哎哎 好啦好啦 我借你我借你 你不要生气嘛 婷婷小公主 谢谢阿喜哥哥 现在小孩还真难对付 喂 妈咪我是婷婷 哎婷婷 等下来打给你拜拜 拜拜 拜拜啦阿姨 婷婷 你干嘛在这里打电话 为什么不在家里打 嗯 嗯 因为我 在讲悄悄话 不想让把门发现 哦 这样啊 那下次你打电话 又不想让你把门知道的话 你干脆来阿姨家打好了 我跟你保证 我跟宝宝姐姐都不会偷听的 你不用蹲在这里 谢谢阿姨 嗯 来 就到了送 嗯 哎 哎 阿姨啊 哎 请问 婷婷刚不是说要来找你吗 就 人呢 哦 哦 你惨咯 我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你们家婷婷 谈恋爱 有喜欢的男生啊 谈你的头啦 乱讲什么 真的啊 而且 搞不好还不止一个 婷婷从来没有跟我说 她喜欢她搬上哪一个男生 怎么会谈恋爱 哎 女生怎么会把那么多事情 告诉老爸 而且你这么确定 她没有喜欢的男生啊 哎 女大不中流啊 你看我们家小宝妹就知道了 窈窕淑女 君子好穷嘛 俊哥 你要习惯 好 我先去土肥特上工了 好 想清楚 喂 家董 你记得明天要到雅惠公司面谈吗 哎 当然记得啊 我都准备好了 那好 我们等一下约在together 聊聊明天的状况 有被误患吗 嗯 好 我待会过去 好 拜拜 我先去跟阿姨说话 好 没事 来 爸爸跟你说 爸爸到底要去together跟家董爸爸谈一点事情 那我先送你去阿伯那边 你去陪阿公阿嬷玩 晚点再去接你好不好 可是我想自己待在家里 我不想去阿公阿嬷家 嗯 那你之前不是还想搬去跟阿公阿嬷一起住 怎么现在不想去阿公阿嬷家 我想自己待在家里 不可以啦 小孩一个人留在家里很危险的 你真的不想去 爸比 together是不是有阿琪哥哥跟宝宝姐姐 那你可以带我去together啊 我们早点去早点回来 好吧 只要不留你一个人在家 怎么样都没关系 走 那我们赶快去 好 嗯 好啦 你就要等我一下马上就过去了 晚一点 嗯 他跟阿琪讲 我会重视的付他薪水 全职的 可是在店里的时候他不准喝酒哦 嗯 好啦好啦 我有插播 晚一点我过去 拜拜 喂 蒋医师 哈 小姐姐 啊 怎么了 是 是 是牙牙怎么了吗 是飞机 带着我们 共同做的梦 乘着白云 飞到永恒 那个 向前冲 向前冲 看着表感向前冲 成功的爱 可以越来 可以越会伤心 成功的爱 可以越会伤心 成功的爱 可以越会伤心 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会去做 他不希望你追问芽芽的病情 也不能干扰芽芽任何警动 好 只要能够帮芽芽就好 我答应 好 接下来的简介项目 麻烦你记一下 好 请说 要空腹12个小时 空腹 12个小时前 12个小时前空腹 哎呦 念386 看完在这边 说这种奇怪的话 老公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很像他想要回家了 再等一下 星星快来了 我等得很无聊 你一直在忙 芭芭拉也不在 阿烈又在里面盘点 就只是拿那两个 你看着最让人家觉得恶心想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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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芬芬就来啦 你应该很开心 可以单独跟她两个人好好聊天吧 我能不能拜托你想得单纯一点 我觉得你对萱萱那种莫名其妙的心结 都还没解开耶 我说过了啊 你们都是职场上的专业成熟女性 能不能用成熟一点的 不要像小孩子一样闹别扭的方式来够 反正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啦 你到底在忙什么啦 竟然要等优质不离人家 我在工作 你老公一直有案子进来呢 那你不开心吗 你老公一直有案子进来呢 那你不开心吗 来 家动 你又来了 婷婷又来了 婷婷又来了 婷婷啊 我想你啊 真的啊 这真的是家动爸爸今天听到最甜蜜的一句话了 婷婷啊 那你有没有想我 当然有啊 大家都想 哇 婷婷你这么小嘴巴就这么甜啊 哇 看来我有传人了吧 婷婷啊 这一次我为了这个显著的机会 真的是要谢谢你 婷婷哥 我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过等一下还是萱萱会来跟你谈 毕竟我只是负责跑广告拉客户的业务 这本杂志呢 在核心灵魂啊 还有创意的部分 还是萱萱跟主编掌握的啦 欸 欸 我怎么不知道萱萱在你心中分量这么重 虽然我跟她有过节哦 不过在工作这方面 我还是挺服她的 萱萱 上次那三张旅游招待券 你有没有想好要带谁去啊 我要约妈妈一起去 我想好了 我要约妈咪跟妈咪三个人一起去 呃 妈咪 这样还不错啊 婷婷啊 因为宝贝还没有跟妈咪联络上 要不要等宝贝跟妈咪讲好 那妈咪答应了 我们三个在一起出去玩啊 对对对 其实除了妈咪 家动爸爸也很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嗯 好啊 家动爸爸跟我们出去玩 婷婷很高兴啊 妈咪 妈咪哥累我吃到了 好 刚刚带几个三个人去吃饭 一不小心就被他们拖住 没关系啊 婷婷 我们都自己人嘛 不要客气啦 婷哥 谢谢你跑这一趟 先给你看看 这是我们 杂志改版后的样书 基本上 除了我们公司少数人 还有你们之外 这本杂志全新样貌 都还没有人看过 真的假的 我要看 我要看 没有人看过 Christmas 这是圣诞节杂志哦 那不是只有在圣诞节之后才可以买吗 可是怎么只有Christmas 没有给他加个Merry 这样就不够happy啦 这名字取不好 什么Christmas 那是Charisma 跟Christmas差很多好不好 恰...恰啥 上面明明就写了奇妹 两个字 你还有办法变成圣诞节哦 不过我先声明哦 这本杂志仅是现在变内的不可知道而已哦 奇妹 那我知道了 这就是我个人的代表 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阿琴的美丽 这么被你讲 感觉好热烈哦 基本上我们公司之前经历过一些风波 带新的老板上任之后 给了我很大的权限 去做这本杂志的改版 所以...目前啊 我是担任这本杂志的执行主编 主编哦 哇...萱萱 我对你刮目相看哦 萱萱哥 不要这样说啦 只是刚好有这个机会而已 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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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超有专业女性的感觉耶 萱萱一直以来 都是台湾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杂志 针对现代职业女性的需要 在工作啊 健身 两性情感等方面 都有专业的报导 哇...你刚刚这样说 说到我都想去买一本来看耶 真的真的 你说得超好的 这本杂志啊 一定会大卖 所以啊 我想趁这个机会 让萱萱哥来负责一些内容 像是杂志的广编稿 什么是广编稿 广编稿其实就是广告业 经过作者的编辑呢 把内容写得像是 试用心得或者是 好名推荐之类的文章 那我不就要去试用女性的产品啊 对啊 对 萱萱哥 你可以请巴巴拉 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些女性朋友 试用过后告诉你啊 不过 广编稿大部分需要自己亲自去采访 那你要去问巴巴拉 她使用微生命的心得 我被她打巴 但我是变态 蛮像的 对耶 也是啦 没关系啦 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 我们原本另外就有安排一个 星座运势的专栏想交给你负责 可是我们老板说想先看看你之前的作品 然后再做决定 没问题 明天我就把稿子带去你公司给你老板看 那就麻烦你明天跑一趟咯 清明哥 我觉得成功的机会很大 真的哦 差不多了 我也该带婷婷回去 明天去你公司之前啊 我还得把稿子先整理整理 清明 加油 加油 爸爸加油 加油 你再不睡觉 明天会在教室打瞌睡 赶快睡好不好 爸比 我好渴 你可以帮我倒一杯水吗 你刚在Together不是喝很多饮料 现在还喝水啊 在晚上会尿床哦 爸比 人家小时候才会尿床 现在婷婷长大了才不会尿床 那爸比 你可以去厨房 帮我倒一杯牛奶吗 嗯 嗯 因为阿嬷说睡前要倒一杯牛奶 才会以米打瘸 睡 不好啦 你睡觉前喝太多水 会脏气 肚子会痛痛的呢 嗯 不然这样好了 爸爸抓着你的手 然后呢 帮你抓抓背 让你舒服一点好睡一点好不好 嗯 嗯 太油 爸比怎么都不走开一下 人家想摸摸妈咪送的天才猴子 嗯 爸比 嗯 今天老师有教我们祷告哦 祷告啊 嗯 爸比 你要什么事想祷告吗 老师说眼睛闭起来 然后静静的想你的愿望 嗯 爸比有婷婷在身边已经够了 好吧 那希望明天的面试能够顺利通过 真的吗 我希望爸比跟婷婷和妈咪可以像以前一样 三个人一起生活 婷婷 爸比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你一家团圆的愿望 但是爸比一定会努力 爸比会很努力的让你见到妈咪 不要祷告了啦 乖乖 真的很晚了 赶快睡觉 来 好 好 赶快睡 这几个抒发心情的短片是我自己勉强满意的文字 每篇都像是自己的孩子 嗯 可是这都是我自己想自己写的 但是奇美杂志又是女性的杂志 嗯 想要请你帮我看一下 要应征杂志社工作的文章 啊 奇怪 巴搒拉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一 crown 带着我们共同做的梦 乘着白鱼 飞到永恒那个 向前走 看着表感向前冲 成功的爱可以绝对相亲 成功的爱可以绝对相亲 你今天怎么没去练你啊 没事啊 阿晴跟我说 你要拿稿子给我看 为了明天去面试 这不重要 看你精神不是很好 还好吧 还好啊 反正自己开的店嘛 爱去不去也没什么关系 不 你这个人不可能 不说一声就把所有人的工作都抛下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没事啦 就有点身体不舒服嘛 我以后不是婷婷 我自己会照顾自己啊 来 把这个给我看吧 我以为你只会写长篇小说耶 长篇小说需要慢慢经营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灵感来的时候呢 就会写一些小名散文 这些东西啊 我写了还没给人家看过啊 哇 那我运气很好哦 因为这是一本女性杂志 我想说请你先看看 你的眼光应该比较准 这边臭男人的一百个真心对不起 我觉得很棒耶 很能让我们女人了解男人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这一篇双面天使 这讲的应该是你跟婷婷之间的互动吧 现在这种亲子互动的题材 很受妈妈们欢迎哦 真的哦 听你这样说我就比较有方向了 哇 认识你也一段时间了 第一次拜读你的大作为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我觉得你这写的内容都好诚恳哦 我喜欢这一篇 你提到说有些小孩子会出现一些小恶魔的行为 可是其实这行为的背后 代表是他们对大人的用心 哇 我真的觉得你进步好多哦 那也是多亏你严刑我啊 婷婷这一阵子还会被聊到阿嬷吗 有啊 睡觉前还在跟我说 她想恢复到以前三个人的生活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啊 是比我想要去环游世界更不可能 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 终究是认为一个家里面要有爸爸 有妈妈才算是完整 像我们这种情况 也只能尽量弥补他们 尤其是这个年纪的孩子 身心状况 其实都还不稳定 对了 多忘了问那个芽芽跟何太太 最近的消息怎么样 你之前已经帮我那么多忙了 你不用再替我担心了 好啦 你呢 就专心的带婷婷就好了 赶快去睡觉吧 祝你明天面试顺利 看了你的文章之后 我对你很有信心 我会加油的 晚安 晚安 王静云 加油 多好 是一个好大的出版社 喂 爱有君先生 我已经到了 七楼我知道 我待会就上去 好 待会见 我我待会见 我待会儿 imagi no 。 我待会儿 你你的话 我待会儿 imagi no 待会儿就会?! 我待会儿スプーン 要不要喝什麼 都可以 Fendi,一杯咖啡 是 靖雲哥,你不要那麼緊張啦 我們主編人很好的 真的 萱萱,等一下有幾分鐘 安良麻煩你看一下 我放你住宗哦 好,我馬上過去 靖雲哥,那你先坐一下 我要去忙了哦 你要加油 嗯,加油 請慢用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啊,我剛剛一直在忙 怎麼樣?主編說什麼? 他還沒來,我們也遇到他 還沒來?怎麼可能 你等一下,我帶給他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雲雲線上 金哥,我們主編沒有開機 沒關係啦,他應該在忙吧 奇怪,我們明明就跟他約好了啊 讓他忘記了 不可能啊,我們主編不是這樣的人 金哥,不好意思喔 讓你白白跑一趟 不然,等我下班我請你吃飯 真的沒關係啦 我今天本來就沒有安排其他工作 來你們公司吹吹冷氣還不錯啊 而且我時間差不多 我得去接鼎鈴下課來吃飯 那你真的不用啊 金哥,真的很不好意思喔 真的沒關係,萱萱 只不過那個可能要麻煩你再幫我安排 下一次跟主編碰面的時間 嗯... 金哥,不用了啦 我看這樣好了,你就直接開始寫 直接寫? 我都還沒跟主編碰到面 沒關係啦 反正我都已經跟主編講過啦 而且他也沒有想要拒絕的意思啊 嗯...他只是想要多認識你一下而已啦 再說我是執行主編 稿子交給我就好了 真的可以這樣喔 哎呀,你放心啦 那謝謝你喔,執行主編 那我再把這一期要寫的資料給你 那就麻煩你們,我先走了 好 來 謝謝,拜拜 奇怪 你們明明就跟主編約好啦 他怎麼可能忘記啊 好 來 江醫師 來,沈小姐 待會兒護士小姐會帶你去換衣服做一些檢查 包括心血管、骨髓、腎臟還有肝膽 肝膽?肝膽要檢查什麼? 沒有啦 只是檢查一些肝膽機能事我正常 這個檢驗報告過幾天都會出來 雖然何太太不願意偷偷痒痒的病 不過檢驗的人是你 你可以過來看結果 最後我們在你的腋下抽一點血 用來擷取淋巴細胞 這個項目會有點痛喔 布希小姐 麻煩帶沈小姐去檢驗一次 好 沈小姐這邊請 為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檢查 也還要到底得了什麼病 媽甚至連病名都不敢告訴我 媽咪不要走 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不想回答你 我就不曉得這個到底是生理影響心理 還是心理影響生理 不知道好難過 懷孕的事啊 就不要去想啦 就是因為你們這麼關心我 所以我一定要繼續努力加油 我一定不會放棄生孩子的 那天看到從Jurie把我調出來的超音波照片 我大概就猜到了 Jurie已經懷了我哥的小孩 Jurie有什麼打算啊 他打算把他生下來 自己扶養長大 至少先解決師父的工夫 也是怕要循環利息 再說話 家動 家動 是不是在這啊 我剛好看到你在路邊 所以叫什麼叫 你是說什麼啊 是我先叫你的吧 你怎麼了 怎麼怪怪的 媽 從沒想過 我會再度與你相逢 這段時間 我們改變了什麼 為何從來 不覺得你離開過 原來我的 愛還沒追過 如果當時 有什麼還沒有說 其實我也 其實我也 早已明白了 所有 已錯過的 永遠 美麗而執著 總算我們 也很很愛過 我 只飛機 只飛機 給了我們勇氣 去做夢 就算沒有 一起到最後 只飛機 帶著我們 共同做的夢 乘著白雲 飛到永遠 飛到永恆 山峰 如果當時 有什麼 還沒有說 其實 其實我也 早已 明白了 所有 已錯過的 永遠 美麗而執著 總算我們 也很很 愛過 我們 只飛機 也 我們 勇氣 去做夢 就算沒有 一起到最後 只飛機 帶著我們 共同做的夢 乘著白雲 飛到永恆 那個 山峰 阿琪 怎麼不好走路了 阿琪 怎麼不好走路了 沒事吧 阿琪 沒事吧 阿琪 你怎麼了 趕快回家休息 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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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有個懷疑 把他指 寶貝 拿一下救護車 你就拿手機 好 痛 來 阿琪 就 阿琪 小心啦 小心點 怎麼了 沒事吧 我的腳 還好吧 沒事吧 眼睛都不睜開 沒事吧 阿琪 阿琪 就被摔倒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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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要留下來 不要放手 不要 再說 你的藉口 怎麼了 我檢查阿琪摔倒姿 是不是 對 應該是 那不是 你也太帥了 好 好 沒倒立 你不要擔心包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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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一彈 反衝動作 滾轉 對 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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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被兄弟找去溝通 然後溝通到海邊 然後你拿修幫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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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倒掉 倒掉很爽 沒有 他沒有進水 沒有進水 所以 你要 太爽 在你演藝圈上 就是留下一個 硬槍 就是要倒掉 倒掉 進水 太爽 太爽 真的 阿琪有被淨光嗎 有啊 好 來 來 來 剛剛拍了一場 我之後 會 住院的行 然後腳會摔受傷 一定會自己摔到一點勇氣 對啊 可能應該我成人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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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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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麗姐 最好那麼痛 勾工了 勾工 勾工了 趕快走